《男生的人生》的嘉賓 很多人將人生分為不同階段 不同階段可能會遇到不同的東西 鄧可寧在不同階段是剛在學校畢業 進入商台授勳 他有很大的轉變是加入香港電台 可否改變了你的人心 可以這樣說 那時候我十七、八歲 離開了學校真是白紙一章 都不知自己將來會是怎樣 想不到考入商台後 做了大概三個月 港台就有人找我過去 想不到港台成為我醫生人的一份工作 唯一一份工作 在港台找到老公 這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絕對想不到 還有你的技術不僅在商台中學到 掌握到 在港台時肯定遇到好師傅 吳錫輝是找我過港台的人 當時他除了訓練我外 還有很多其他DJ 例如同期的有Albert、歐雪強、陳遠芬 後來加入的有鄧惠詩、梁安琪、車淑梅 一大批全部都是他訓練 講起你是前輩 我們都是後來才跟 不用去學習 都不敢說不是 因為我好像比你早有過港台 叫我師姐 多謝你 師姐 我想問你 當時遇到師傅 你知道 有很多時候要看自己的天分 你拿到多少、學到多少 除了那個人教外 就是你自己的天分 有沒有感受到這種天分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天分 但我從讀書開始 學校都會教我們 做人要將勤補絕 所以我真的 我其他人不敢認 但勤力這方面 我感應我真的很勤力 因為當時 我一個星期做半個小時節目 或一個小時節目 我花了五、六個小時時間 去做research 我會去唱片房找唱片 不停聽 聽了幾十張之後 才選擇最後出節目的五張 即五首歌 我會看完音樂雜誌 尤其是那個星期的 Rolling Stones Billboard 就知道 那個星期上榜有什麼歌 背後有什麼歷史 有什麼人去作的歌 所以做完這些research 我才去做最後半個小時節目 做節目之前 我也會寫稿 其實我還未寫全文 我可能是一個point 但我每一段要說的話 我都寫了稿 甚至乎 做節目前兩個小時 我會去rehearsal 就是 我要講 然後就夾歌 那時候 那個年代 夾歌是很嚴謹的一個要求 即是每一首歌 最初有一個intro introduction 的music 譬如有23秒 我就要講足23秒的東西 一收口 就一個vocal出 這些我想現在都不太嚴謹 沒有啦 我在英國聽電台 有些電台都不玩這套 即是歌歌歌 都不玩intro 即是講完就起歌 現在連英國也是這樣 當然有些電台依然都很嚴謹 跟著 那個年代 我們就是這樣做節目 所以你想想 我只是聽就聽半個小時 其實我之前的預備功夫 是很多很多很多很長很長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辜負聽眾給我的期望 那會不會是因為師傅的鞭策 即是他們會不會說 你一定要做到這樣 因為你是一個自覺的整覺 兩方面 那時候也有一個風氣 不知道有危兵狼 你進來電台是否這樣 每做完一個節目 原來監製會錄下了 然後吳錫輝就會跟我們一起聽 然後逐度指出你的錯處 通常都沒有什麼讚 那你就會很無地自容 那下次好一點 大家有一個風氣 就是要很勤力去做 做完之後要評論 然後想一個方法 下次做好一點 那時候那個感覺是這樣 但又不是很害怕 大家因為所有同事很愛電台 個個都在拿著一幢唱片給聽 大家好像很長時間成為我們第二個家 星期六日自動很多人會回來 放了工作之後有些人又不走 如果找到studio錄音的就做 找不到的就是office那裏 到大約八九點 就有人會說 喂 可不可以吃飯了 通常這個是陳任或者不世輝 吳嘉廉 好啊好啊 我們跟著他 所以其實年輕人一起玩 其實這個感覺是很開心 我有一個感覺就是 因為七八十年代是DJ的黃金期 很多DJ都希望出名 能夠成功等等 會否之間會有互相的競爭 我們叫做良性競爭 你做得這麼好 我又會這麼好 會否有這樣的情況 那時候因為我真的年紀太小 18歲開始做 就算是很多工作 後來不止半小時 後來就由半小時變成每個星期兩個小時 接著就說一三五 每天有一個小時 越來越多節目了 那時候就算很多節目 那些人覺得我很紅的時候 我可能只有十九歲 其實這裏都是很空泛的 我完全感覺不到有什麼競爭 我跟你原來坐在桌子吃飯 我跟你競爭 完全沒有那些東西 就是大家是很friend 大家做自己的飯 各自做好些 而且那時候你也知道 空時間多 人也少 人人也有份做 就是不會說 誰會勁一點 誰會想 甚至乎我不知道自己是紅的 就是到很久 很多年之後 有些人說 你那時候很紅的時候 有什麼紅過嗎 我真的不太知道 當然有 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只是覺得當時我是很好玩 很忙 但是也很辛苦 因為那時候我是兼職的 我是正在上學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其實人人是 好像一個火車頭在前面 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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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年代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年青 大家都是二十歲出頭 沒有那些什麼 我和你朋友一點 你幫我歌 沒有那些東西 完全沒有的 大家是很單純的友誼 當時我們的確認識很多 朋友圈中 很聊得來 朋友一樣 這個都是我難忘的 因為現在回想回頭 原來認識一個歌星 很難的 很多人來說 你怎麼可以認識一個做娛樂圈的人 當時我是其中一份子 我覺得現在回想回頭 也有個一段 幾風光幾開心的日子 很多朋友 我和你一樣 大家認識很多人 但不開心的事都有 其實我做電台 做DJ的日子不長 我做了前五年 就是最開心的日子 因為你單純 想不到什麼 只是很多工作給你做 你就已經很開心 想不到人事關係的事 我做完那五年之後 我覺得自己不夠了 於是我就暫停了 我說我要去讀書 我就去了加拿大 讀了兩年心理學 我是拿了一個Degree 我很辛苦 人家三年的事 我都要讀兩年 很辛苦很辛苦 想快點讀完畢業 就是回香港 可以在一個圈子裡 再大展拳腳 我以為是這樣 但當我拿了Degree 回來 畢業 以前我聽說 做香港電台 你一定要有Degree 你才有前途 否則你永世都是做 一個幕前的DJ 你轉不到做監製 或是做staff的 所謂做職員 我問我現在有SERT 但對不住 沒有位置 當時你五年賺到的東西 你的位置 原來已經被其他人填了 但這是我明白的 因為人家不可能空了位置 在那裡等你回來 於是我曾經有一段很沮喪的時候 我這麼喜歡做電台 我只想做電台 現在沒得做了 我很希望年輕朋友到這些位置 真的不要氣餒 原來很多事情在你背後會發生 你不知道的 你前面看的好像是刮頭路 但走到刮頭路的時候 看著原來是轉彎 原來不是刮頭路 是轉急彎去右邊走 我就很感謝 已故的著名作詞人 林鄭強先生 我到現在都很感激他 在我那段很低潮 沒有工作的日子 他就跟我打了一個電話 我就有份工作了 他就介紹了我在一間廣告公司 做copywriter 做讚稿員 我在那裡做了半年 學了很多東西 然後很開心 在半年之後 朱培慶先生 當時的台長 就打電話給我 說現在有位了 你回不回來 我當然回 多少錢 不收錢我都回 那我回到港台 做PO 就是一個program officer的角色 就是轉了做監製 除了做監製之外 我又兼做幕前的DJ的工作 然後電台又派了一份很重要的任務 做給魏炳郎和鄧外林 你記得 我們負責訓練新人 那幾年 是密集式的生活 因為沒有什麼時候回家 不斷做 但我回想 都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我人生裏 我想只有那段日子 我有這樣的憧憬 去做到這麼多事情 你現在叫我 不要了 現在有些人說 電台是藉用工業 那你自己怎樣看呢 還有我想你講一下 假如有一個年輕人 他說我想做DJ 你會有什麼願意給他 我最近回香港電台 其實真的很唏噓 因為真的五十年都沒有變過 也沒有大裝修過 我看到有些破落到灰 掉下來 入到直播室 哎呀又是那套panel 幾十年前都是那套 人家外面那些已經很先進 換了一代又一代 我們還在用那套 那就是有一種 煤煤破落的感覺 我其實心裡很說 因為這個地方 在八十年代曾經很寬光 我記得現在的同事 在一次我們慶祝 九十周年的時候 就叫我說了一些祝賀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有兩個成語 馬上上我的腦 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 現有的同事 他們會 乘風破浪 易難而上 我雖然看到現在是一個很困難的時刻 最近有很多新聞 看到他們真的很辛苦 但是這樣看 我記得我當初在1977年加入香港電台的時候 那時候港台給人的感覺都是一些好像很落後 那些節目呢 各位親愛的聽眾 就是還在做這個年代 那時候都被人覺得是一種 霉霉等等都落後 而我們當時就把握到這個機會 有一個電台 所以我如果現在 今天 有個年輕人說 我想加入電台工作 我說可能都是一個好的時機 不過你有個心理準備 你會很辛苦 你會事半功倍 但是很值得 如果你打算進電台 有一份安穩的工作 做一些喜歡做的事 舒舒服服 那你不要進來 因為這份工作 是絕對不舒服 是絕對不安穩的 是好像在一個大浪之中飆沉 那樣的 但是那種挑戰感 那種爆炸力 依然是潛在在那裡 所以我希望 各位年輕朋友 如果你想試 Why not? 我怕你一會兒 尤其是 你或者你 你自己知道